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找到你生命的亮光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位患上绝症 可能活不过一季的小男孩 他的床位是靠窗的 而另外有一张靠里面的床位 这是属于一位女孩的 他由于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 常常脸色苍白很少说话 有一天小男孩问女孩说 姐姐你笑起来很好看 但你的脸为什么那么苍白呢 女孩回答说因为没有阳光啊 小男孩仔细地想了想后 便说有了 我让阳光拐个弯吧 于是小男孩找来一面镜子 放在窗台上 不断地调整角度 试图让阳光反射到 女孩的病床上 终于午后的阳光 经过两面镜子的反射 罩在女孩的脸上 从那以后小男孩起床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直细细地擦拭那两面镜子 然后调整角度将清晨的第一道阳光 杀在女孩的病床上 而接下来的日子 每天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之后 都会惊喜地说又好了一些了 原来这是因为每天睡前 女孩都会想明天要早早醒来 迎接小男孩送给他清晨的第一道阳光 而小男孩在面对死亡的害怕时 每天睡前他都会想 明天一定要早早起床 让清晨的阳光拐个弯 照在女孩的脸上 于是清晨的那道阳光 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 使他们顺利挺过了难熬的疾病 亲爱的朋友 光对人生实在太重要了 故事中的小男孩和女孩 正是因为早晨那一道光 让他们每一天充满了期待 所以能够胜过身体的病痛 经历到生命的奇迹 有一年我住在美国的亚特兰大 因为那一年的冬天 都没有阳光 每一天从早到晚 都是阴阴黑黑的 让人心情很忧郁低沉 只要有一天 我开车到佛罗里达去 一到那里阳光灿烂 我的心情立刻就开阔明亮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的人生总是忧郁低沉 这是因为他的生命里没有光 亲爱的朋友 面对大环境的不确定 常常也会让我们人生 看似在黑暗当中 而不知道明天与未来会是如何 所以内心就充满了忧虑惧怕 但圣经上说 耶稣来到这世上 就是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光 叫凡信靠耶稣的人都不住在黑暗里 只要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大光面前 我们的人生必然会开阔明亮起来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要照亮你我的人生 今天愿耶稣成为你清晨 乃到阳光 成为你生命的亮光 当你愿意来信好耶稣 他必会要帮助鼓励你 使你的人生开阔明亮起来 每一天充满的平安与盼望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